十号拼死斩杀三大远古怪胎 但突然出现的折仙 却让十号感到了心头一颤 书接上回 天国杀手被十号击掉半截躯体后 所有人都彻底愣住了 作为最强杀手即便是不敌对方 也可以凭借天国秘书躲在暗中袭杀 从来不会以身犯血 没想到今日对战十号 却直接失去半截身体 肉身受死了 十号乘胜追击 如斗转星移 快速临近天国杀手 可突然间他一声闷哼 眉心与心脏部位有血液流出 十号虽然原神成功归位 没有了性命之忧 但肉身的各种隐伤此时全面发作 原本他的肉身在闭关时就已破裂 被两道仙气强行组合在一起 才没有彻底解体 最为严重的还是心脏被军道震碎 那里只剩下了心脏的碎块 十号只能催动法则抽取血液之力 来维持肉身的运作 可这对于十号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负荷 天国杀手即便失去了下半身 也非常恶劲 他看出了十号犹如风中残竹 配合古圣子出手绝对能够一举完成斩杀 此刻古圣子的经文声越发宏大 金色文字压概虚空 将十号那里阵风 十号冷笑了起来 他的身体糟糕到了极点 也依旧不惧怕这两人联手 他一拳轰碎了九天十地精 又再次扑杀向了天国杀手 一片沙光裂起 被逼入绝境的天国杀手 立刻催动秘宝白骨番 传闻这白骨番曾经被无穷生灵的血液浸泡 更是炼尽数不清的生魂 摇动起来 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刹那间天国杀手后方 尸骨如山 血壳数千条 将十号彻底禁锢起来 那些跟随而来的原住民也纷纷出手 各种宝具与符文化成一股暴风 席卷向了岌岌可危的十号 然而迎虫之光岂能与日月争辉 十号犹如一头凶龙出世 上苍宝树与雷帝秘术合一 化成赤胜光芒 横扫群笛 天空中顿时弥漫开来一片血雾 一具具强者的尸体坠落 他们脸上写满了惶恐与后悔 即便十号身负重伤 也绝非是他们能够撼动的 十号祭出大罗仙剑从天而降 镇压在尸山与血河间 让那里全面崩溃 而后又拍出两道仙气 让白骨番彻底破碎 所有的鬼魂与滔天的血气 也逐渐消散了踪影 十号双手结印召唤出一个天地炉 这是他在闭关式断体所用的手段 现在则是直接封杀住了天国杀手 他的肉体强度比起十号 可不是差了一星半年 瞬息之间 十号以强大的神力 将天国杀手化为了灰烬 不过此时十号再次大口咳血 并且伤势越发严重 手臂甚至都快要离铁了 他并没有选择顿逃 反而是继续与古圣子展开大战 古圣子也知道被十号盯上 绝不可能善了 今日必须分出生死 他全身迸发神光 口颂咒语 召唤九天十地中的战魂 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一句句模糊的身影 融进了他的躯体 这些身影正是天地间残留的阴魂 可以让整个人的气息都达到极致 十号伤势太重不敢动用权力 否则肉身很有可能会承受不住彻底瓦解 他弹指间浮现出了一株草剑意 锋芒如圣 射向古圣子 然而古圣子由于神妙的秘术 肉身坚固不小 他直接挥旋挡住了那道剑意 发出了震耳的金属颤音 十号自语到没有时间耽搁了 肉身裂痕逐渐增多 危急到了极点 他挥动大罗仙剑 长裹着两道仙气 如惊天长虹 贯穿向前方 古圣子即便是无间不摧 可面对两道仙气也难以抵抗 被砍出了一道可怕的伤痕 鲜血淋漓 十号运转各种宝数 以大罗仙剑破开所有防御 成功刺入对方眉心 可让十号震惊的是 这一剑并未从古圣子的后脑穿出 他的眉心中反倒是开启了一道门户 一出屡屡混沌之气 竟然直接将十号的大罗仙剑吞入其中 古圣子大吼道 九天十地 神魔融合 灭杀 无数英灵的残魂从天地各处俯冲而来 与古圣子的肉身相融合 并且古圣子最忌惮的便是大罗仙剑 如今被他收走禁锢 多少松了口气 两人肉身搏杀 惊雷不断 震得这片区域地动山摇 许多山峰拔地而起 被吹上了高空 然后暴碎 此刻十号已经浑身是血 不少人都认为古圣子能够翻盘 震杀十号 当然十号也深知自己的状态非常危急 不宜巨战 可这些人已经与自己形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如果这次不彻底铲除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报仇血恨 毕竟十号如今已经修出两道仙气 注定要震动整个仙谷 那些敌手也会近而远之 不会再选择与十号大战 下一刻十号动用轮回之力 双拳发光爆发出数十条秩序神链 虽然没有刺穿古圣子流转混沌器的躯体 但却将其成功困住 数十条神链非常坚韧 越勒越紧 仿佛要没入其血肉中 古圣子预感到了情况不妙 这神链虽然奈何不了他的躯体 可是有一股神秘的法则窜进了他的体内 疯狂冲击 他的五脏六腑并未经过强化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一时间古圣子苍老了数千年 被轮回神链束缚之后 他的各项身体机能都快速下降 最终眉心中的那道门户也开始晃动 大罗仙剑趁机冲出 猛力一斩 古圣子的头颅连同元神一起被彻底斩裂 至此古圣子 军道 天国杀手全都陨落 但十号仍然站在原地没有放松警惕 他转头望向远空 一条修长的身影出现 笼罩着淡淡的雾气 飘逸出尘 十号顿时心头一颤 他认出了这个人 因为印象太深刻了 这是在凶巢闭关的哲仙 曾经坑杀无数天才 当中甚至包括古代怪派